大家好 这期来讲吕布与曹操争夺眼周的过程 这里先讲述下吕布被赶出长安后的经历 王允 吕布等杀掉董卓后 王允日益骄傲自满 与吕布等人产生嫌隙 王允在如何安排董卓的救部这件事上 态度反复无常 处理不当 192年 董卓与党李爵 郭四 樊丑等攻破长安 王允并败而被处死 吕布带领数百妻 东出武官 准备到南阳晚城投奔袁树 这个时候袁树还没被曹操赶到扬州 吕布自认为除掉董卓 对戈诸侯来说是大功一件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高 且董卓曾处死了袁树的清歌元姬及叔叔袁奎一家 吕布就以袁树的恩人自居 来到袁树这里后表现得非常狂傲 鼻子抬得比眼睛都高 袁树心生厌恶 并觉得吕布反复无常 对吕布的态度是 吕布在袁树这里碰钉子后 转头和内郡的张扬又挤张扬 张扬与吕布都是兵州出身 与吕布交情也非常好 吕布到后 张扬果然接纳了他 后汉书《吕布列传》记载 使李爵等购目求不及 杨下诸将接遇图治 吕布此时被控制朝堂的李爵等高价悬赏捉拿 张扬虽然没想法 但张扬的部下都想干掉吕布领赏 结果张扬的部下表现得太明显 吕布看出来了 这点人在别人地盘硬来也没把握 于是在众人前对张扬说 我和你是同州人 你若杀了我 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不如把我活着交给李郭二人 这样你也可以获得李郭德恩宠 张扬笑着说好 民面上表态要把吕布活着交给朝廷 但迟迟不动手 实际上是暗中保护吕布 给吕布时间 好联络寻求其他安身之处 这个张扬确实也有点管不住他的手下 后来吕布跟曹操在徐州对峙时 张扬想救援吕布 结果被自己这边准备投降曹操的部下给杀了 吕布离开张扬后 又来到了袁绍这里 袁绍刚得济州 正是用人之计 吕布骁勇善战 确实也有其利用价值 接纳吕布这种反复无常的人 也可以告知天下 袁绍不计前嫌能容人 欢迎有能之士 前来共襄大士 最后站在汉士角度来说 吕布诛杀董卓毕竟也算是有功之人 等等一系列因素考虑下来 袁绍最终还是选择接纳了吕布 随后193年 袁绍与黑山军张燕在长山展开激战 袁绍此时实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与公孙瓒交战正憨 双方互有胜负 黑山军张燕对袁绍来说 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对势力 袁绍收留吕布的用处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吕布不愧有非将之美誉 表现神勇 我们看史书是怎么记载的 三国志 吕布传 燕精兵万语 骑数千 这里就是说张燕有上万精兵 且有数千骑兵 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后汉书 吕布传 不常欲两马 昊曰赤兔 能驰骑飞倩 与其剑将成连 微月等数时骑持突燕阵 一日获至三次 皆斩首而出 连战十余日 碎破阎军 就是说 吕布骑着赤兔马 和手下部将成连 微月等几时骑 每天要对张燕上万人的军阵 发起三到四次冲锋 且每次都有斩获 连战十多天 打败了张燕 张燕没有被干掉 此时与袁绍休战 各自撤兵 当然这有可能是两军对峙 张燕为了保持阵型 防止袁绍趁乱袭击 不敢放手围剿吕布 但即便是这样 也不得不承认 吕布的骁勇 确实名不续传 要是换作别人 比如行道容这样的 估计第一次冲进去就凉了 吹脚 吕布立功后 向袁绍提出 扩充自己部队规模的要求 袁绍忌惮 但吕布 没有答应 吕布就私自招纳部下 甚至纵兵截掠 袁绍甚为不满 打算除掉吕布 吕布敏锐地发现了袁绍的意图 于是向袁绍提出 允许自己返回洛阳的请求 袁绍表面同意 还用皇帝的名义任命吕布 兼任私利校尉 并派军士以护送为民跟随 实则准备找机会暗杀吕布 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 吕布是个傻大哥 有勇无谋 其实吕布惊着呢 一下就知道袁绍打的什么算盘 但现在还在袁绍的地盘 要是直接宰了这些护送的士兵 那就理亏了 也给了袁绍名正言顺 诛杀功臣的机会 于是吕布想了个办法 晚饭过后 找了个会弹琴的手下 跟他说 吃晚饭的时候 我跟大伙吹牛说 自己不光武艺高超 吹拉弹唱这种文艺活也会 答应今晚在自己的营帐中 给大伙弹琴助兴 但这玩意儿我确实不会 这样 你穿着我的衣服假扮我 在我营帐里弹琴 然后今晚也别出来了 晚上就在里面睡一晚 这个替身一想 这要求好像没啥问题 再说了 要是不答应 他一兴奋 把我宰了怎么办 于是按吕布的要求照办 入夜后 趁替身弹琴 吸引袁绍派来的人的注意力的时候 吕布则偷偷摸摸 带人开溜了 到大半夜的时候 袁绍的这群人看四周都没了动静 以为吕布布下都已入睡 于是一拥而上 对着床上已入睡的吕布 就是一通乱砍 顿时这人就被砍得血肉磨磨 这群人反上也不敢亮灯查明真身 本来一直认定里面这人就是吕布 也没想那么多 于是慌忙跑回了袁绍那里复命 袁绍得知后非常高兴 除掉一心腹大患 哪知第二天 又得知吕布还活着 现在都快出冀州了 下令地方围剿 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准备派人追杀吕布 袁绍派人时 就出现了很尴尬的一幕 袁绍军中 之前已经见识过吕布的厉害了 那玩意儿半军从中 来去自如 追上去了 谁是被杀的那个 心里还没点那啥数码 纷纷直接认怂 说不敢去 最后袁绍只能直接点名 那个谁 救你了 不去现在就宰了你 这人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为什么这人没有留下姓名呢 因为追上吕布后 也只敢在吕布后面大老远跟着 没敢真冲上去 要是上了 至少也会留下 袁绍派某某追杀吕布 反被吕布击杀之类的记载 这次真就成了护送队 眼睁睁看着吕布离开了几周 那么吕布到底还能到哪里去呢 三国志张淼传记载 吕布之社袁绍从张阳也 过秒临别 把守共事 绍文之大恨 吕布实在无路可走了 可能是击破张燕后 为名远播 吕布认为张阳手下这些小崽子 不敢对自己下手 于是准备再次投靠张阳 但不知道为什么 吕布先辗转来到了陈流张淼这里 张淼接待了吕布 吕布临走时还和张淼发誓结盟了 结果张淼的行为引来了袁绍的记恨 后来袁绍一直让曹操干掉张淼 但曹操一直也没同意 这里也就留下了隐患 好 吕布从长安跑出来后的经历 大概就是这样 几经辗转还是没有自己的地盘 接到上期 曹操此时正率大军第二次征讨徐州 衍州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陈公张淼为首的等人 背叛了曹操 趁曹操大军在外 密谋迎吕布入主衍州 陈公是曹操入主衍州最大的功臣之一 曹操是志为心腹 至于张淼和曹操的关系 跟大家举个例子 曹操一征徐州出发时 曾对齐儿说 如果自己不能回来 让他们就去投靠张淼 这种可以拖弃县子的交情 不用再多说了吧 那么这两人为何要背叛曹操呢 张淼前面提到过 因为跟吕布交好 被袁绍记恨 袁绍一直让曹操杀掉张淼 曹操表面上是袁绍的盟友 但说的直白点 其实此时只能算是袁绍的小弟 张淼虽然跟曹操关系好 但曹操会不会在袁绍的施压下 对自己下手 心里确实没底 毕竟个人交情和全局利益 孰重孰轻 不用言表 至于曹操怎么想不得而知 但张淼此时下定决心与曹操决裂 拉吕布荡靠山 陈公则是因为曹操不久前 杀掉了明氏鞭让 鞭让曾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经常说曹操是烟换之后 等话语侮辱曹操 曹操最终忍受不了 直接把他给杀了 这一杀可就真出大事了 因为这人命望实在太高了 衍州各士族一听说曹操把边让杀了 顿时心寒 开始与曹操离心离德 性格刚烈的陈公也在其中 曹操带大军刚走 陈公就开始四处游说 衍州各地太守及长官 一时间 衍州各地纷纷准备响应陈公的号召 只剩下濮阳 东厄 眷城 范县四处尚未倒戈 濮阳虽然由陈公把守 但夏侯敦就在附近的东武阳驻军 曹操留守衍州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在夏侯敦手里 蒲阳此时还未敢公然宣告反叛 眷城由巡域和成域镇守 范县和东厄也随时有反叛或被攻陷的可能 与此同时 张淼派了自己的心腹刘翼前往巡域处传达指令 说吕布是来帮助曹史军进攻陶迁的 应该给他们提供军粮 因为张淼和曹操的关系 一般人可能就真信了 但巡域一眼识破 知道张淼已叛变 吕布是来抢占衍州的 衍州要发生军变了 第一反应就是给夏侯敦送信 告知他原本 让他小心提防 让其立即领兵到眷城驻守 蒲羊可丢 眷城绝不能丢 因为曹操及其手下高级将领的家眷 基本都在眷城 若这些家眷落到吕布手里 以此作为要挟的筹码 恐怕真就无力回天了 夏侯敦带兵前往眷城途中与吕布遭遇 吕布已与陈弓密谋 理应外合拿下蒲羊 相当于此时夏侯敦和吕布都有自己的任务 夏侯敦急着去救援眷城 怕寻遇守不住 吕布急着去拿蒲羊 怕陈弓鼓掌难鸣 都无心与对方交战 但碰到了不打 又好像哪里不对劲 于是两只人马简单交战一死了一下 就各尴尬地去了 吕布很顺利地拿下了蒲羊 夏侯敦也顺利进入了眷城 此时在夏侯敦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也是夏侯敦此生最大的军事黑历史之一 呃 或者没有之一 有朋友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吕布出了个鬼点子 派人去夏侯敦那里假装投降 准备与夏侯敦军中几方的内应联合 宰了夏侯敦 吕布派的这些人可以算是赶死队 把别人主将杀了 自己肯定也跑不了 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的节奏 但夏侯敦的一个举动 给了他们一线生机 夏侯敦听说有壮士前来投降 在自己军帐中接待了他们 夏侯敦的人大都在营帐外面 里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还有吕布的内应 这些人一看 要不别直接杀了 现在把他给绑了 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于是一拥而上 夏侯敦可能还在组织语言 刚想怎么表达下自己的威武霸气之事 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武化大绑了 绑票的这些人一看 万军从中 绑架一军主帅原来如此简单 于是提出条件 什么准备多少钱放在哪 准备多少匹马放在哪等等 这个时候夏侯敦的部将韩昊站出来了 应该还是此时军中的二把手 韩昊直接展开俄式救援 来到劫匪面前说道 如等兄弟 乃敢直接大将军 负欲望生业 且无受命讨贼 宁能以一将军之故 而纵辱乎 又哭着对夏侯敦说 当奈国法和 意思就是 绑票的这群人 你们死定了 至于夏侯敦 你们要杀就杀 记载中并没有提及夏侯敦说了什么 可能猛如夏侯敦 也被韩昊这愣头青给吓到了 至于绑票的这些人就更懵了 对面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一度怀疑 这怕不是绑了个寂寞 这些人慌乱之下 放开夏侯敦 立即下跪喊饶命 夏侯敦回过头就把这些人给宰了 太TM丢人了 回到眷城后下令清查内奸 杜绝后患 至于韩昊当时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曹操后来听说这个时候 大力表扬了韩昊 并将这种俄氏救援的方法列入法令中 不知道有没有备注自己除外 回到衍州局势 与此同时 豫州刺史郭贡也率领着部队兵临眷城城下 至于郭贡是不是也与陈公等人合谋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现在带兵数万来到眷城 肯定也是有点想法 郭贡点名要见寻玉 寻玉准备慷慨赴约 夏侯敦可能还没从被绑票的阴影中走出来 立马跳出来拦住寻玉说 这TM肯定就是鸿门宴 您现在是我们的主心骨 万万去不得啊 寻玉说 郭贡与张苗等人并没有多少交情 若是已经下定决心与我们对立 此时应该已经在攻城了 要见我 说明还未拿定主意 我去见他还有说服他退兵的机会 若是不去 他恼怒之下就真要动手了 于是寻玉单人出城来到郭贡军中 寻玉具体说了什么没有记载 但郭贡确实是退兵了 寻玉不费一兵一卒就说退郭贡数万人 其胆识和智谋着实令人佩服 寻玉回到眷城后来不及喘息 立马与曹操的另一个谋士 承玉商量如何保全范县和东厄 因为他们之前从内监口中得知 吕布派了大将四夷去攻打范县 而成功准备亲自率军攻打东厄 若是放任不管 这两处恐怕难以抵御敌人的打击 因为承玉是东厄人 在东厄地区有很高的声望 由他前去主持大局 安抚当地士族百姓 带领大家齐心协力防守 还有机会守住 承玉也不是一般人 说你们守好眷城 这两处交给我 立马起身先前往范县 范县县县禁允的一家老小 已经被吕布抓住了 承玉见到禁允后小之以晴 动之以礼 大概意思就是说 曹操是何等英主 吕布又是什么人 匹夫一个 他们现在虽然势大 但内部各有自己的算盘 必定不能长点 我主曹操正帅大军 在回来的路上 你若是能坚守到大军回来 就立下当年田丹的大功了 承玉一顿劝说后 晋云想着一家老小 含泪说道 我不敢有二心 承玉说 那好 我给你出个计谋 助你击杀四姨 直白点说就是十二个字 假装投降 引他入城 舍负干掉 晋云一计刑事 四姨果然没设防 被晋云轻松斩杀 齐部队大都也被收编 犯县之威解除 说服晋云后 承玉又前往东俄 没有直接去见东俄县令早知 而是带齐兵抢先占据了 苍廷金渡口 防止陈公所部渡过黄河 因为黄河改道的关系 现在地图上黄河的走向 把东俄和濮阳画在了同一边 按记载来看 当时从濮阳到东俄 是要跨过黄河的 这里用这条蓝色的线代表黄河 当然 在上游更远处就已经改到了 这里只是用这条线视野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 回到战场 陈公带的大都是临时响应 叛变的眼周人马 本来也没有多大决心 要与曹操拼命 看到对岸有曹军的骑兵不防后 也就不肯渡河出击了 回头被机制半渡 可不就吃大亏了吗 陈公无奈只能带本部兵马返回了濮阳 陈玉随后率军赶到了东俄 在东俄城下 他惊讶地发现东俄县令 颖川人早知 已经率领着官吏和民兵 驻守在城墙上了 非常坚定地要与吕布对抗 陈玉深感欣慰 至此 以陈公和张苗等人为首发动的眼周叛乱 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危急关头 曹操阵营中的两大谋士 巡域和成域 表现出了他们的多谋善断 智勇双全 二人虽是文臣 但他们发挥的作用堪比千军万马 为曹操在眼周保住了三个线的有生力量 三线虽小 但也是曹操在这个乱世中 还能继续玩下去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随着曹操回到眼周 与吕布的正面交锋也即将展开 欢迎关注小星 下期继续为您展现 吕布与曹操的眼周争夺战 下 最后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 还请随手丢个赞给小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